金融市长黎耀昌说明日前两名确诊者疫调的公共场所足迹 其中案8788是福士店员工 案8789则在台铁南港车站梦工厂商店任职 提醒市民注意 而在6月2号新增的18例确诊个案中 有夫妻一起确诊 七土美法店员工朋友及家人 还有成功市场摊商的多名家人也确诊 黎耀昌表示 根据分析 金融确诊中有65%属于家庭群聚 因此再次提醒市民 即使回到家 还是要做好防疫工作 保护自己与家人安全 连同3515 总共他们家就有9个人确诊 就有9个人确诊 然后整个成功市场的相关联的个案 就高达14个人 真的要请所有市民朋友 市场一再的强调 一再的强调 现在家庭群聚 真的是一个我们面临很大的一个课题 我们会发现说一个人染疫 不管他染疫的来源或者原因为何 他进到家庭里面去之后 非常容易传染给自己的家人 所以我们统计过金融市所有的这个案例里面 家庭群聚的比例 占我们所有的确诊 超过了65% 超过了65% 所以我要再次提醒大家 一定在家庭里面 也要注意防疫的工作 千万不要疏忽略的 特别是在现在疫情严峻的这个情况当中 另外原本应该在6月3号恢复营业的安乐市场 因为管会与摊商间对于防疫管制措施没有达成共识 因此金融市长刘昌宣布 安乐市场再延长休市一周 安乐市场本来要在明天要复市要复业 不过现在因为自治会跟摊商 他们对于整个管理还有防疫工作的一个准备 还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性的一个共识 所以由于本市疫情人数严峻 所以我们要求在大家没有共识 防疫的动作没有办法做彻底之前 安乐市场再延一周 安乐市场的休市的时间再延一周 到6月10号的临时为止 另外林佑昌也说明到6月1号为止 家局针对违反第三级警戒防疫行为 已经查获151件 其中未戴口罩有143件 另外还有特定营业场所违规营业 违规办理禁箱及散布假讯息等 呼吁民众配合相关防疫措施 避免受罚 记者张其滕金融报道